我希望 希望可以 渴望 希望非常期盼 我也希望 比較期望的是 我希望的就是說 我對自己的情緒 我就會希望說 我們要期望 期盼 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音樂風格 現在已經很廣闊了 我們忘了過去 我們忘了開始 我們忘了很多東西 面對這個科技比較發達的時代 世代交替的這個過程當中 還能夠去凸顯出古典音樂的價值 用我們現代的影光 來做古老的音樂的一個重新詮釋 更加的能夠產生 它的世代交替之間的價值 我們就像一個實驗家一樣 我們應該要 試著跟不同的樂器 不同的組合 不同的想法 蹦出不一樣的火花 結合爵士樂啊 或是藍調 讓這個樂器可以更加的豐富 把傳統音樂 讓它穿上新衣 它可以走出教堂 與今天的人相遇 藉由戲曲 很多東西是可以 互相傳達的 觀眾也可以多一點點了解 傳統戲曲裡頭 本來的氛圍是什麼 然後又加上現代觀 然後把它融合在一起 它更是應該要融入 新的世代 新的時代 新的創意跟想法 就可以以這個新的聲音呢 就是 繼續的讓天人之間 講他們之間的故事 各縣市 有能夠的話 也可以成立 或大或小的 自己的職業樂團 可以邀請更多好的老師 來這邊教導 然後讓喜歡歌仔戲的 演員 或是 民眾 他們都可以在不同的課程裡面 可以找到他們 對歌仔戲熱愛的點 希望就是傳統戲曲 客家戲曲 能夠更深入校園 就是讓 不管是國中 國小 高中 甚至大學生 都可以 接觸跟認識 怎麼樣能夠 建構一個 新世代的平台 我覺得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同時也是我對整個 樂壇的一個 比較樂觀的希望 在所有的文化裡面 傳承是很重要的 它能夠讓這一脈相傳的 一個文化的一個 一個理念呢 能夠得到 新的一個光芒 我女兒的孫生 真心 我期盼 他可以 繼續把我的精神 演繡下去 一些鋼琴上的功夫 把它交給下一代 而且給下一代 能有更多的機會 年輕人 也許你要音樂 也許你要去美食 也許要寫文章做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最有興趣的 你挑出一種來 就是一生朝著這個目標去前進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簡單 單純 不要貪心 我就是做著 當下我想要做的事情 想說的話 想演奏的東西 在當下做好我們每一件該做的事情 把自己重新歸零 把以前所學的 化為自己累積的能量 如何唱得上去 聲音開竅的這個方面 又可以唱得好聽 更柔順 然後怎麼讓觀眾聽起來 更舒服的話 那會更好 透過不同的創作 讓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體驗到 我身為台灣作曲家的藝術 我想要創作的東西 城市跟城市間的交流 甚至我們城市 帶出去到國際 也可以把我們台灣的品牌 讓更多人一起來推廣 跟一起努力 古典音樂對大部分的身心靈 是能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對人是很好的一種音樂 音樂從最初都很美麗 我們也有 每次都可以聽 每次都可以音樂 看來這類的音樂 可以在同時很現實 在同時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每一齣戲 都可以帶給觀眾 不一樣的感受 希望大家在 這麼多選擇的一個時代 能夠找到自己 最喜歡的音樂類型 我非常期盼 能夠更多的人 進到音樂的世界 這樣子 人跟人的紛爭 還有種族之間的鬥爭 都會減少很多 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氣意 任何友好 旅門 旅門 節